剛剛這個邏輯可以用O,可以用AND 兩個其實都可以啦 哪一個好,反正你習慣就好 你只要不要做錯都好 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思考 看你習慣的方式啦 有的人喜歡用O,有的人喜歡用AND 反正就看個人的喜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我如果今天希望把它變VBA VBA我們講過,第一個就是輸出 範圍高它 所以for i 等於4到13 然後做什麼,丟公式 把這個公式複製貼到那個輸出SalesL欄裡面 那有兩個規則嘛,還記得吧 第一個如果有雙引號把它變兩個 第二個如果有列號把它改成i i要放進去串在中間 這兩個規則做出來之後的話 把它輸出這個範圍就OK 不過是丟公式有沒有 這裡面的話都是丟公式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前面都做過啦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 請各位自己再稍微試做看看 丟公式喔 後面其實就是 把公式貼上 記得就把 雙引號變兩個 串接的地方 列號變成i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清除 那清除當然呢 我們前面講過你可以 兩個方法,一個是 用回圈 丟 這個控制串 另外一個用Range也可以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說如果今天不是丟公式 我希望呢 用什麼VBA裡面的邏輯寫號 然後呢 再幫我 看要丟不標準還是標準 當然也可以用偶爾 也可以用AND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丟偶爾跟AND 結果應該一樣 只是寫法不同 但是你輸出哪一種 結果看起來都一樣 那 最大的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如果我們用增減體重的話 第一個一樣是 跑個回圈 第二個的話裡面就是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的話呢 如果追覽裡面呢 這個地方大於 5% 不過特別注意 在VBA裡面呢 這個person 因為他是一個保留字 所以你不能用person VBA裡面記得不能用5person 那怎麼辦呢 你記得要把它改成那個0.05也可以 OK 特別注意 那個person他有別的用途 但是不能這樣用 你就把它改一下 然後或者是 那個儲存歌裡面呢 小於-5% 那就輸出不標準到L欄 反之就輸出那個標準 OK 另外一種寫法是用那個 我們用 如果不用偶爾的話 可以把它改成AND 然後至於改AND其實很簡單 那其實就是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那名稱改一下 改成AND 其實就是把這個方向改一下 換成AND 那上下輸出 把不標準換到下面 標準換到上面 這樣就OK了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再插入一個 自定函數 這個自定函數的話呢 就是叫 增減體重函數 如果我今天給他什麼 增減體重百分比 他給我標準不標準的話 把它向下填滿 清除 這個地方 向下填滿一下 剛剛跳出那個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很習慣 都會用叫什麼 叫清除 那這邊有個清除 對不對 那這邊 Module F 也有個清除 這個 這個沒有 這個 等於是說呢 雖然你放在不同 Module裡面 但是取一樣的名稱 好像也會造成干擾 所以怎麼辦 也許你就是說 在這個清除的話 也許加一個其他的名稱 叫清除2 或者其他都OK 那 最後的話 也許 請各位再做一個變化 什麼變化呢 如果我今天 清除 換 換成 清除2 OK 把它改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不標準部分 希望 把它再 幫我 改一下 因為不標準理論上有那個 過 瘦的 就是比較瘦的 像這個 67% 就過瘦了 另外有副版 8%是過胖 因為它減肥 OK 這要增胖 那我如果不要顯示 只是這樣不標準 我希望 顯示 再把它做 分割的話 就是說呢 再幫我把條件做那個 判斷 當然我可以 把這個 不標準 delize掉 再插入個if 做什麼呢 如果 這裡面的資料 假如 大於5% 那表示說呢 它應該是要增胖 所以它應該過瘦好了 那這邊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邏輯判斷 過瘦 反之的話呢 就過胖 假設我要再判斷什麼 它的胖瘦的話 那這邊一個過瘦 一個過胖 那也就是說呢 把那個剛剛的兩重邏輯 改成三重邏輯 就是 過胖 過瘦 然後標準 再過胖 OK 按個確定 三重邏輯 有沒有 加上去之後 下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比如說 誰 過瘦 這過瘦 標準 這個過胖 那 如果VPA也要這樣做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改一下 像這邊的話 當然現在輸出的話 它是標準標準 如果 偶爾 部分 假設我這邊要改的話 其實 那個邏輯跟剛剛也蠻像的 主要是 不標準 所以 其實應該 在這邊 再加一點東西 所以以後 假如說你希望在 if裡面再加if的話 你可以 在這邊 Enter一下 然後呢 把它按個TAG if 所以這邊假設 還要再加一個if 敘述的話 就是再一個if if什麼呢 if 所以 這個 可以拿這上面來參考 這個 它是 大於 5% then else andif 習慣都會先把這些打完 然後再把這個 搬到裡面 那搬到裡面的話呢 剛剛是 只是不標準 不過現在的話 就把它改成什麼 這邊就是 把它改成過瘦 反之就過胖 其他應該都差不多 所以請各位呢 試著把這邊呢 再做一些修改 底下的話就過胖 這樣的話輸出去應該就OK 看一下 跟這邊一樣 一模一樣 那也就是說呢 將來 如果你要在什麼 邏輯裡面 再加邏輯 也可以這樣加 OK 可以讓你 再做 比較細部的判斷 除了說else if之外 還有這種方式 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第一個 把剛剛那個 標準不標準 部分 轉成vba 轉vba 的話呢 我剛剛有 第一個是 丟公式 第二個是用 一樣偶爾 第三個用and 如果這些OK之外 之後的話 那再來就是 怎麼樣 再把它改成 不標準部分 再細分 分成什麼呢 過瘦跟過胖 好 好